框架没有变动 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隐患在里面 比如说球队的年龄 在一点点增大 老球队老运动员就怕伤病 而且恢复期要比较长 而且现在的对抗 讲究对抗的尺度会更加激烈 所以球员的年龄 球员的伤病包括摩核 因为我们莫兰德 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手术 归队时间就比较晚 莫兰德这个伤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当时你知道以后 你觉得对这个赛季 都知道未免之路不好走 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路这么难走 我是在联赛开始 可能十天左右 我才知道这样的消息 包括我们桑布森的注册 也是比较晚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等莫兰德的归队 日期一拖再拖一拗再拖 通过了解发现 可能它会影响一部分比赛 所以临时前的桑布森作为一个补救的措施 但是从通过去年的这个比赛 你会发现莫兰德的作用 实际上他会解放后卫甚至封线 包括对于内线的护防封盖 对球队的这种帮助 和能帮助其他队友提升能力 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大 他可能自己数据不一定多好 但是他所带来的其他的一些 看不到了这些数值 这个能力确实比较强 所以他的这一伤 可能对我们的打击比较大 今年好像我们说在常规赛期间 第一场输球好像来的也早了一些 包括我们曾经输给了这枪球周42分 当时也是很创历史的一个分数 当时很多的球迷网络上一些声音 一些压力 杨岛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以前说第二跟第八没区别 输两分跟输40分也没什么区别 你第四节本身你已经无力挽回的情况下 就不需要主力在场上 可能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 让他们感受比赛 可能输了越多 刺动他们越多 训练的时候 可能对他们的这种振奋作用 也会有更多 打抽筹是不还是很有信心的 坦白讲抽筹银行特别像五年前的辽兰 冲劲非常非常足 活力激情非常非常强 但有时候他冲出去 他不一定会收 有些时候他发力过早 到最后他把你所有的特点优势 都暴露出来以后 他比较容易被针对 而且他们今年也确实比较顺 有一些球确实比较顺 在最后比赛当中 实际上他们的抗压能力 或者说这种遇到困难的纠错能力 还不是那么成熟 所以我们也抓住这一点 也正因为常规赛输了这么多 犯了那么多错误 我们才会一步一步总结 去想办法去制约他们 你的工作习惯是就着比赛画面 去跟队员谈他的场上的一些优缺点 那场42分的比赛之后 你是有做相关的吗 比如说跟谁去就着画面聊过吗 看这种实力比较惨的画面 实际上对他们的刺痛非常大 你在那种环境下你可以任意说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里边这个比赛态度 你看我这个发火 实际上比赛态度是沾头条的 你该抢抢不到 该防防不下来 50% 50%的球 永远让对方抢到先手 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第二个就是低级愚蠢的错误 反复犯那肯定是不行的 尤其年轻队员有时候这种低级错误 实际上挺伤的 所以这种对他们要求还是比较严 但是往往有些时候你拼尽全力的 可能投不进或者发挥不太好 这个我说的还比较少 这个得鼓励 所以有时候这个方式方法和分寸也得掌握 我认为封闭的比赛 对于我们这支年龄相对比较大的球队来讲 是一个好事 你看我们第三阶段 为什么战绩不好 他这个年龄大 你看像赛柜制比赛 他比完赛休息 第二天都能训练 而且还能正常训练没有问题 现在你比完赛治疗 你得收着行李 明天去赶飞机 到地方可能晚上你还练不了 甚至练的训练质量都达不到保障 所以你去变相去看待这个问题 也给大家把思想工作做在前面 你自己会有这种心态上的压抑 或者说你自己怎么去调解自己 对我还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为什么有利呢 第一个你没有旅途的这种奔波 你可以在屋里赛后的复盘也好 下一场的分析也好 你会更有充分的时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赛会制比赛 大家都在一个场地比赛 一个球队比赛 你一打完了 你可能还可以看别的队比赛 还可以在现场看其他球员 其他教练是怎么指挥 怎么布置 怎么去现场去操作的 从这个细节方面开始 他就先了解 等到真正咱们在对手的时候 他就可以抓得提顺打 这些队伍 这阶段的比赛 实际上你比如说 你打上海 一般是主一场 磕一场 打山洞也是 这些队伍 你往往会看到主场 我们可能30分打上 没错 磕场的我们每一场 比较打到最后都半半可可 根本就不是能力的问题 从场上的拼搏态度 和对比赛这种感觉 它主客上是两种 相反的这种感觉 所以它根本不是能力的问题 它就是把比赛想得过于简单 或者遇到困难 或者是个调节问题 实际上它是个心理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 你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 那段时间大家确实比较挣扎 后来我们出了一个什么方法呢 我们这个视频要看 主场对这个球队和客场对这个球队 你在场上的坚然不同了 这个强度 你现在的这个比赛 你不上强度 你还拿这个刻板印象 我主场赢的这个 我到客场肯定怎么怎么样的 这种方式方法是不同的 因为有一些场次 人家在客场可能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一般的球队主场打完我们 就比如说客场在我们这打完 他下一个是打吉林的客场 有些时候人家也会战略性的打打看不行 人家要拼下一个吉林的主场 并不是你辽队有多么的强 可能人家有自己的策略或者战术 对于整个常规赛 你觉得达到你的预期的这个效果了吗 或者说最后有没有按照我的设想完成常规赛 比我底线想的要好 因为底线就是近四强 因为近四强你少打一轮 会给球队更多的这个休息时间 所以这种长期的确震受伤 所以纪委这一个点 把这支球队扛在肩上 一直推动的往前走 包括常规赛 包括尤其是季后赛的比赛 个人的表现不熟 帮助这些其他的风险中锋 通过他的组织侧应的这种能力 带领大家这个调整状态都非常好 也像他之前所说的话 我不是不能得分 我只是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组织和串联上 所以今年这个球队最大的收获和变化 就是纪委的信心的提升和全面的一种状态的升华 由于艾伦的这种长期的确震 受张震林的那场 因为张震林的第二第三场 他状态是非常非常差的 没错 非常非常差 那一场比赛他起到了很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他在艾伦确震的情况下 如果他这点出不来 光靠纪委和福格两个人去 很难 你用什么办法要津津在第四场爆发呢 首先他这个心态出了一些问题 他老想 我立刻就用通过自己的这种能力去 去非常急躁地处理一些球 因为他自从改完投篮以后 我们给他做了一组数据 他实际上接球的投篮命中率 要远高于他运球 你看他第二场和第三场 他往往都是运球的几天跳投 运球的被打 这种难度非常高的球 他命中率肯定很低 他的内心想法是通过个人的能力去调整 但实际上有些球还是需要 纪委复阁的一些组织串联 传到他那这种机会 包括他的空切反跑 防守的抢断 前场的篮板 这些特点 他要往里去穿插 那整个打广上这个系列赛 就是我们被逼到悬崖边的时候 你内心当中思想上 有没有过那么一丁点的 想过让艾伦冒险打一下 或者周围有没有人给过你这样的建议 有这种是比较失落 包括大家也是有这种情绪失落的感觉在里面 因为什么呢 因为艾伦的出场 不光他是他个人对球队的损失 同样作为教练来讲 你轮换的这种策略 这个人员轮转 就会出现极大的困难 有一些可能以前上了多少球员 比如莫兰德 他可能就会上了少一点 因为这个级委一个后卫 肯定通过这个福哥的这种商场 来去减轻他的压力 那可能艾伦冒险可能上了更多一点 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这种责任 所以对教练来讲 这个调整空间就不大 而且这个上一个重要球员 就有时候攻坚 各个方面 这个还是有一些障碍在这 你当时有一瞬间大脑空白 或者说一下想不到该怎么办的时候 在那场比赛 实际上不光是我又短暂这个想法 我感觉其他球员也有这样的 而且还是一个此消彼长的感觉 在第二场艾伦受伤以后 你会发现广沙的球员反而还更自信了 还有一些超远的三分的压哨的投篮 就很多 对那场比赛感觉很多不可思议的球员出来了 所以此消彼长以后 这个给大家的打击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第一场赢了 还是不能说非常轻松 但是还是比较能掌控 这个艾伦利受伤 这个人员短缺 其实是比较难调整 第二场是输了在主场 对吧 他输了场球以后 你这个系列有什么变化 你又感到悲观了吗 第三阶段恢复主阁场 到基辅赛 广沙这个主场一场没输过 一场都没输过 其中包括我们洪远 丑州银行 不管是多强的队伍 多强队伍到那都没赢过 所以我们还是确证艾伦的情况下 在基辅赛当中 我们确实有一丝 不祥的预感在这 但同时 也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更加去解放大家的思想 更加肯定大家的能力 你怎么做的呢 就是说还是肯定有信心 实际上我跟你讲 这个录像还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你看我们打了第二场比赛 艾伦输上以后 我们还是很有机会 到最后 输了几分 对 还是赢一分输一分 在那之间一直在咬到最后 可能就几个球 对 关键几个球就没出了 实际上就是细节的问题 不是说没得打 这也从变相来看 这输人队还是底蕴非常足 大家能力信心跟其他球队不一样 因为有些球队如果一个重要球员受伤 他可能队就崩了 塌了 或者他就不拼了 对 你看梁文队基本上在艾伦缺阵的情况下 一直到最后还是一如既往的去找寻另一种英雄的模式 所以我们对这些队员可贵的地方就在这 说到天王山就是打击肯定是非常大 因为说到天王山就是离掉下悬崖就差一步之遥了 而且你的重要球员受伤 而且对手还是一个非常健康 而且状态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态势 所以从整体的感觉 包括外界的报道也好 外界这种看法也好 几乎没有人看好了 没错 基本没有这种翻盘的可能 竞节体育的魅力它就是这样 有时候哀兵必胜 所以我们来讲 当时提出了唯一的目标就是 网上也有玩命拼的图 实际上就把准备会开的相对简单一点 把一些信念上的东西 坚韧上的东西 心理上的东西 情绪上的东西 把它能去灌输 实际上执行的东西就那么几点 因为系列赛的东西到两场之后就非常透明了 不管是战术 个人特点都非常透明了 打名牌了 实际上就是解压 给自信 同时肯定他们 而且我们就即便第三场输了 我们也有很多机会可以赢 我们把对手控制 我们自己的进攻没有做好 77分 实际上对手才得87分 对 没错 我们的拼价也是非常足的 不是说那种毫无机会 毫无希望的感觉 所以在第四场当中 大家迸发出来是一种 把所有能量都在场上贡献 而且那场的轮转也比较多 大家每个人上场以后都在去努力 都在去消耗 包括对手的心态也在发生 比较光 想赢怕输 或者是机会就在眼前等等 此消彼长的情况就出现 包括他有一些意外 胡敬秋的脚伤等等 这些各种因素参加在一起 我们取得了一个 可以改变整个赛季命运的一场 非常重要的胜利 艾伦来讲 我实际上跟队一 跟他本人每一场比赛都进行沟通 因为拉上这个东西 有些时候是医疗团队 但最主要能不能打球 能不能上场 还是要看他自己的个人感受 因为拉上这个东西 他个人感受非常重要 如果他有一点不适 我们就不会去冒险去做这个 因为他毕竟 假设赢了以后 我们后边还有比赛 假设到最后 他可能还在国家队承担一些相应的比赛任务 不会因为这一场比赛 去过度使用消耗 甚至去影响他的职业生涯 这个是作为我本人 包括俱乐部 不会这么去年轻球员 那么在就在比赛当中 对手基本不会研究 不会去录像分析 他们的一些技术特点 也不会对他们有所重视 但是他们的特点就是 上去以后比赛的强度提升 你要给他们具体任务 比如说你必须制约 孙明慧的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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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制约胡宁修的哪点哪点哪点 别的没了 实际上就存在一个消耗的问题 要给主力球员在下半场 有一个调整的空间 体能上的优势 而且上半场比赛 一直在落后12分到14分中间徘徊 到最后可能8分球 结束了半场球 实际上也在我的预期 因为这些年轻的小将 跟广沙这些球员的比拼能力的话 他肯定会有一些劣势 但是中场调整以后 下半场的这些开局的 这些这五个人迅速的就把比分抹平 甚至建立了非常大的优势 而且对手也没想到我们会有这样的反扑 而且从思想上 他们还是背负这种响应爬树的感觉在里边 包括他出现了一些问题的纠错能力 所以我们抓住这些细小的机会 广沙的第四场的下半场实际上有点像我们第二场的比赛一样 就是在重要球员受伤以后 大家这个心态情绪他有一些变化 同时对手突然间这个状态起来以后 他很难去适应这个过程 其实我们教练组一致认为应该是大满无常 第一个从两队的人员配置 包括晋级的这个路程来看 他拿下了广东 十一贯网拿下了 而且这个确实有些点是广东一直不了的 而且有一些点优势也是比较巨大的 从国首方面人家也是四个国首 包括他最大的改变是他这一年的这两个外员 这两个外员 其实三个外员 有两个外员他是能力相对比较强的 都是很有特点的 所以作为我们来说没有明确明显上的优势 各个点都是实力比较均等的 所以我们抱着就是大满无常的这种态度去准备 但是中间这第二场 这艾伦这一受伤可能让这个比赛更有悬念 让这个困难更叠加 所以这个是没想到的 一场比完赛的晚上 可能治疗完已经两三点 两三点 但是他已经躺里睡不着了 我们是连夜带他去拍的片子 他跟他回到酒店出结果的已经是快五点钟的时间 他跟他短暂的休息一天 那一天下午还有训练 我们让他去把他绷带去试一试 他试一试感觉说还行 那就坚持 而且没有跟我说 咱们杨桃你调整这个时间把控宝 没有 就是我随时做好准备 真的咱的老队员绝对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 这确实挺让人感动的 大家最喜欢的点就在于 明明是看不到希望了 或者说已经觉得不抱任何期望的情况下 往往就能够跟你打出意想不到的这种比赛和结果 就像我说广上那个比赛一样 同时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这些老将啊 他这个意志力非常的坚韧 场上这个不遗余力的去拼搏 包括你像小旭大学这种年龄 这个地板球也好 防守也好 与对手一些年轻球员的这种对抗也好 丝毫不占下风 实际上他这个精神力的传递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了这个韩德杨是 机游在第一场对北京就脚崴 而且是很严重 实际上第二场比赛是不想让他多打 甚至报名看一看 但是他出场那一段跟福哥 实际上是如虎天意 把比赛就早早收掉这个感觉 小旭呢 这个我之前采访说了 整个季后赛的表现 甚至整个赛季的表现 尤其防守篮板这块 非常非常好 完美了填补我们这个内线 这个屏障的作用 尤其莫兰德没有去年这种统治力 实际上是小旭帮他承担了很多 他应该干的工作 包括第一场比赛 他这个手指两处四多性骨折 而且他还能在最后坚持着把这个比赛打完 而且他这骨折的第二场比赛就是十二分 十五个篮板 十五分 这个他所表现出一种这个对球队的取胜的欲望 甚至甘愿自己这个承担一些风险 帮助拿到最后冠军这个态度 精神确实 实际上是深深鼓舞的这些年轻球员 所以作为这个二老 我们都说这二老 不管是内线的屏障和球队意志力这种传递 对最后的夺冠都起到这个决定性的作用 球队成熟 这个心态成熟 实际上就是他们对于舆论的这种影响 对于其他人的这些话术的刺激 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就好比我们跟这个球队进总决赛 可能同样的舆论环境下 大家都很心态很平静 所以你说这些质疑 他们往往会看到 会自我去调整 吸收消化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心态的成熟 因为绝大部分媒体说出的 这绝大部分话 都是表面上 他们不知道背后的伤病 个人的情况这等等 他们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 他可能顺遂一说 不是那种实际的情况 那么他们会自我地去调整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这些老队员 能够在这么年龄大 甚至打了这么多赛季的情况下 还依然保持高水平 跟他们的训练和自律自我管理 密不可分 仰望体育馆的上空 我想知道你那一刻在看什么 然后你当时心情是在想什么 我第一个看球场上那几面棋 第一个感觉就是跟跟我都有关系 不管是运动员的 骄傲吗 运动员的冠军 教练员的冠军 包括推移棋都在 而且非常自豪 第二个感觉就是明年可能又加一面棋 还想把更多的棋挂在这个 这个球馆的上空 所以这个感觉还是比较好 比较美妙的这个瞬间 我得更正一下 我确实是没苦 但是这个压力确实很大 我这个确实 这个贪生气 确实那段时间的这个压力确实非常大 而且这个球队是刚从悬崖边被拉回来 而且还能成功晋级 这一个反转 对于我本人来讲还是非常激动 所以翻过了这座扇以后 大家可能整体上的这种感觉 得到一个充分的升华 大家学会了在没有郭艾伦这个情况下 应该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打球 应该怎么更加摆正比赛的态度 每个人能起到更大的这个作用 都在积极地去弥补缺少郭艾伦的这种 这种损失的办法 所以这个大家找到一些这个赢球的路 自信心也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提升 所以这个是球队包括我本人那段时间最最高兴 最舒缓的这个还是有点如失忠负的 对对对大家这个意志力坚韧程度拼搏作风这一块 辽宁队辽宁人从来没在后边过 不管遇到什么事 大家这个确实都是在不遗余力的去拼搏 但是同时不失风度和热情 你看这个这个总约赛期间 这个沈阳的主场给全国球迷 包括全国的游客带来这些正面的这些 这些操作 这些服务都是我认为都是顶级的 充分体现了这个咱们东北人的热情 东北人的好客 东北人的豪爽和仗义 所以作为我来讲 这一个球队虽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城市 但是我希望能跟这个城市的这个风格相符 阿广沙的第四场比赛 那中间圈那三个字 这个玩命拼的能力 真是姚明的这个特点 你看我们对这个在绝境当中 所迸发出来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这个 虽然这个词不是那么高雅 不是那么 但是它所表达出来的东西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 下一步的打算先好好休息 太累了 这三年的压力确实非常大 这个被制所承担的责任也非常巨大 所以对于续越的问题 我先不谈 先好好休息 但是其实养岛说是休息 刚刚在我们访谈之前 跟养岛交流的时候 养岛也说到了 他休息也是没忘了工作 因为是要去欧洲 也是要去考察一些比赛去学习 对那应该说是不是对未来的教练员生涯还是有一个更加深远的规划 对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咱们没有办法出国学习这些现金的理念 现在正好赶上方开 又赶上这个假期 还是马不定梯去看看这个 欧洲现金的比赛 因为到了夏天 应该各国家都成修赛期了 因为这一段 在这个欧洲还有一些比赛 要争取在这个收尾阶段 把这比赛开一种当中 该机还是有一些小的遗憾 在最后五分钟当中 我当主教练这三年 可能那是唯一让我非常难以忘怀那五分钟 最后加之赛那五分钟输掉了冠军 除此之外 这三年一个全约会冠军 两个联赛冠军 基本上完成了这个任务 我觉得一切都是人生最好的安排 能在我职业生产最后一年 得到全约会和CBA冠军 我觉得 我很幸福 此生足以 我能接受所有的乱马 但是我 唯独 他对不起这支球队 对不起所有球队 因为这些冠军太小了 从足球赛到 到四个支比赛结束 确实我这个经历太多 从来没睡过三个小时以上的觉 从我本人 我宁可付出 再度我也想把这个冠军拿到手 因为这个对辽宁球迷太重要了 夺冠来是非常开心 这个确实 这两年交代时间压力非常大 这个一个是 对这支球队的期望比较高 所有球迷朋友 第二个确实这个工作 它也不是一个能让人休息的工作 所以这个 一切在今天都有一个好的结果的同时 我觉得我也非常满足 那下一步可能需要好好休息 全场的身体状态 但是我们这球队特殊的属性 而且我们实际上 往深层次说 还代表一些 没有那么成功 甚至在为生活打拼的 普通人的一些希望和光 其实你们会看到 辽宁队在不在主场 在其他地方比赛的时候 有很多当地的生活工作的辽宁人 在现场不遗余力的给我们去加油 没有人喜欢背景离乡 只是生活所迫 那么他们把普通人 或者说想成为成功人士的命运 交给了其他城市 但是他们都有一颗这种爱家乡的心 所以我们这支球队在八强当中 算经济最落后的地区 但是我们能拿到最后的冠军 拼的就是这种 我们的这种辽宁人特有的 这种坚韧的意识 所以 只要我当教练 我不会把辽宁队这种 这种东西丢掉 因为道理很简单 我们是不是太成功人士 甚至普通人 想改变命运的一座标杆 或者灯塔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